來 我來分享 如何消除機油燈 如何消除機油燈 就是這個一直閃爍 像阿拉丁神燈的壺 OK 然後這有左鍵跟右鍵 左鍵 右鍵 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這 這有兩個按鈕 這有兩個按鍵 這兩個按鍵每天都在你的眼前出現 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 右鍵是選擇鍵 然後 O DO 是總公里數 所以我這台騎的是62346公里 然後再按下來 這個是TRIP的話 就是可以記入你單層的公里數 比如說你從基隆騎到台中 騎了幾公里 或是說你想換算 你這一桶有加滿可以騎幾公里 都可以去用這個來統計 都可以用這個來統計 對然後再按下去的話 你有沒有覺得發現 哎 怎麼只有數字而已前面沒有英文字母 這就是基隆 基隆的公里數 1300 他會跳掉 1301 也就是說我上一貫機油跑了1301公里 現在我已經換好了要把它 要把它歸零 等於是我要消除1301公里這個數字 OK那我們找到這個之後沒有 然後我們就左鍵 按兩下 一長 一短一長就好了 一短一長就好了 OK他消失的話你說從右鍵再去按 按到出來 然後一長 一短一長 一短 一長 他就歸零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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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機油燈就不會亮了喔 他機油燈不會亮了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就不理他 不理他 他歸回的時候就會跳回總公里數了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那麼簡單 每一家車廠的機油燈歸零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喔 然後這是我是分享Q系的 就這樣子 掰掰 掰掰